好,來看一下這一次的中秋節活動 這一次的中秋節他們把場地選在魔法密林的艾麗涅 然後他這一次有一些小遊戲也有一些很常規的東西 然後有兩個硬幣商店還有三種硬幣 還有一些非常好的東西 這是他們進去的那段劇情 這是他們三種棉花糖 有這個棒棒糖有星星的糖有棉花糖 然後左邊是這個用這個藍色棒棒糖買的商店 這個是用棉花糖買的 最右邊這個是星星 它裡面有一個打那個袋子的一個小遊戲 然後它這一次是沒有那個進度條的 右下角我這個沒有進度條 它只有這個進度的這個狀態表 這個是三種硬幣 有這個藍色的棒棒糖、棉花糖還有星星糖 先看一下它這個商店了 它這個就是賣一些常規的戒指 也活動類的戒指 有保住公益 然後聯合戒指有復仇戒指 也宇宙戒指 然後這些就是那些卷軸類 有強大獵斑火焰 還有永恒獵斑火焰 A級潛能 還有附加潛能 還有潛能印章 附加潛能印章 黃色魔方 附加潛能魔方 還有核心寶石 然後這個 青像成長廟 特殊成長 特殊榮譽勳章 然後角色藍 它是全世界只能買三個 然後是八個選擇籃 如果你完成五轉 下面會有這個 下方旅途 舊舊島 拉克蘭 莫拉斯 艾斯佩拉 還有阿卡納 等這六個球 然後這邊 這邊要用棉花糖 這一些就是活動類的道具 它這個 它這個有一些點裝的套裝 有這個 單元傷害皮膚 有這個溫力智能機器人 有一個 這個椅子 滿月椅子 有一個盒子的 奇蟲 然後有一個兔子的奇蟲 然後是 隨機傷害皮膚箱子 然後是 隨機傷害皮膚箱子 然後這是兩個商 這個 商店 它這個就是跟去年一樣的 你要給它交 那個棒棒糖 給它交棒糖 你在一百四十一到一百九十九 這個等級區間 你會隨機升級 然後它會給你一個概率 這個概率就是 你當前的等級 等級越高 你一次性升 多級的這個概率越低 然後它也有一個 它也提了一個點就是 周一到周五 它是每天一次 然後周日 周六日 是 周六 周末是 兩次 十月一日 當天 終究節這一天 是三次 它不會 這個 我 B 然后这里有一些打猎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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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打怪它会自动收集这个蓝色的棒棒糖 然后它每一周都有不同的这个方式 具体方式可以自己去patchnode找一下 然后这就是状态表 然后这个状态表 然后最右边就是去打那个气球的 这就是打气球的那个小游戏了 它是补它那个是给星星的 所以它是有三种 然后你是在15分30分45分还有零点会有小戏 就是这样子 它每周都会有一些新的游戏 然后它这边 它这个有反转期 但是它到后面会有那个药水金字塔 然后是金针塔 那先看到这里然后去打猎一下 这个就是你跳越次数越多 然后这个弹调高度越大 然后你去剪 就触碰是上面的棉花糖 所以这边就会有什么 因为这叫威蛇 威蛇 威蛇 威斯普 所以他们有妖精那边有个词也叫威蛇 然后可以碰4000点 最多可以碰4000点 那那个地图其实是有高度限制的 不认识想象中那么高 我已经弄满了这个200个棒棒糖 我已经弄满了这个200个棒棒糖 有它那个地图是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才能进去 它没有这个任务进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就是给他200个蓝色的棉花糖 然后就可以升级了 那么这个活动先看到这里